注意到比较多的女的出轨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这个社会 女的出轨比男的出轨要难 比男的出轨要求要高 代价也大 惩罚机制比较大 我的话的意思就是说 同样出轨 男的比较有可能得到女的的原谅 挽回 但是女的出轨 这个挽回的难度就比较大 就这个才是这个天下 这个社会的不公平 人家看不到这个不公平 我同意 但是我也要告诉你 许老师 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但是女的出轨跟男的出轨 有一个基本的不同 我当然了我的观察很片面 说错了 这个你们批评我 男的出轨 他不需要这个出轨的对象 比他现在的这个太太要好 不挑 男的就是这样的 你碰到一个人 仔细想想 既没有你太太漂亮 也没有你太太有才 对不对 各方面都没有 可是他照样就 胡哩胡哩就出轨了 但反过来说 女的如果说他要出轨的话 基本上 这个出轨的对象 要跟他现在这个男的要比 相对来说 至少有一部分是要比较好的 对不对 比他是身体好 对 哪怕是身体好 相貌好 经济好 或者是脾气好 总而言之 他要觉得 因此呢 女的一出轨呢 他就有一点怎么说 有一点我们俗话来说 找下家的意思 就是你一旦出轨的时候 女的在想 这个不是玩一玩的意思 这个是假如我那个要跟我分 这个就是要能够承托的 所以他会想的比较 男的男有这么想问题的 男的糊里糊涂出轨的时候 他回来跟你忏悔的时候 他可能真心地流眼泪 他可能真心地说 什么都不如你 我就是一直 搞一大堆 但是你这个问题 看上去是一个 这个人的生活习惯 态度问题 其实背后隐含的一个就是 非常深刻的不公平 就是女的出轨的 惩罚机制非常大 惩罚机制非常大 就男的 最简单的 你两个人交了朋友以后 这个男的以前交过十个女朋友 对他来说不是负资产 你明白吗 他不要拿出来炫耀就好了 对他女的来说 他说我有过 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们不好了 但是现在我对你是最好的 那女的就原谅了 甚至女的会觉得 你看他多有魅力 他原来找过这个谁 现在他跟我好 你要倒过来 把这个game反过来看看 一个女的 再好的女的 跑来跟你说 他之前的前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不要数到十了 你数到三十个 这个男的就受不了了 还更不要讲细节去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一种不平等 但是咱们是聊出轨 还是聊逆伤 不是聊逆伤吗 你们不是在讲 出轨是一个 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逆伤吗 那你们讲讲 其他的逆伤看 发财发不到 还有什么是逆伤 事业上 事业上的逆伤上还是很多 我又要讲这个男女不平等了 男的可能是在事业上 这个事业包括政治 包括经济 包括学术 女的来说 一般来说最大的逆伤 就是在感情上 那这个又可能 同意吗 已经同意吧 基本同意 基本同意 我想想是的 我周围的女孩子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就你刚才说的 这个不平等 但有另外一种平等 就是这个女孩子 出来工作啊 竞争各方面 这个条件呢 当然上面也有 这个玻璃电话板 但很多条件下 都可以出来做的挺好的 这个就算是平等了 但是你做的再高 如果你后花园 有问题的话 一下子 他就觉得自己失败了 会的 人生失败了 但是男的呢 相对来说 男的就相对来说呢 比如说 如果他的这个事业 是吧 掉到零了 这男的就大祸临头了 对吗 一分钱挣不到了 甚至是负债了 这个时候大祸临头 对 是吧 就是女的的自我否定 可能是在情感上的 这个部分多一些 男的的自我否定 就是在事业上 你不要以为 女的得到了钱了 她会觉得 她会得到一些胜利了 她还是觉得 她的失败 在某一个年龄阶段 我也听到过 有的女的 可能过了一个 特别是到50岁了 有些做得很好的 她也不理这些了 我觉得他们进入 另外一个阶段了 那个时候性别 就不重要了 她可以做 所有男人做的事 是 我现在真是 见到一些这个女性啊 我觉得她超越了 超越了我们社会 大多数女性的 那个境界 其实就是她很强了 或者说呢 她看淡了 她看淡了 对 但是我是属于 其实我没有经历过 我就说 我没有经历过 特别大的逆境 我觉得我这 我年轻的时候 可能有过一些困难 因为以前在战地 可能你经历过一些困难 但都受不了逆境 因为逆境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 你站在一个悬崖上 你周围都黑的 你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路 可能那个梯子 就在底下 你也看不见 是那种绝望 你不知道前面怎么走 也可能呢 你的这个日本人 有个词啊 叫顿感力啊 你就是顿感 你明白吗 其实有的时候 这个人走到绝境啊 你老以为是客观的 其实是主观的 你知道吧 他有的人啊 哎呦 你可能今天 徐老师跟我没个好脸 我就逆境了 那是啊 我就逆境了 我有吗 你比如像 我上次去日本 我就听他们有的人讲 说这个日本 有些年轻人啊 太架不住什么了 就是这个客长骂了一顿 就自杀了 那就是逆境啊 那你说这算什么呢 是啊 哎 徐老师 你能说说你 就是有什么逆境吗 濒临自杀的 为什么没到自杀 他穿逆境 咱就说得到了 就是说那才叫逆境 绝境了 他这种什么逆境啊 他这种叫 不是逆伤吗 你们说 他那种不叫逆伤 他那个叫折腾伤 对对对 他就折腾 经折腾 你看他瘦 他筋骨特别经折腾 他那都说不清是 这个什么是高兴 还是伤心的 你也记得吗 对对对 我真忽了 我真的相信了 是因为孩子 因为他妈妈举了一个例子 当时我坐在床上 跟我讲这个事情 他说 你知道儿子怎么疼你吗 如果知道今天晚上 爸爸回来吃饭 在家里吃饭 他宁肯不吃肉 他知道我不吃肉的 我就吃鱼 要买生鱼片 买一条枕鱼 他说这就是儿子为你 还有他举 马上再举一个例子 昨天晚上你批评他 睡觉之前一定要刷牙 因为他已经洗完澡了 泡完澡了 上床的时候 拿了一个东西再吃 吃完以后说 你刷完牙再吃 他已经上了床 他因为我这句话 他记住 他把门打开 又出来刷牙 他很在乎你 但你已经是他的榜样 结果你今天是这个样子 你看妈妈离婚的时候 要拿儿子出来说 真的一下 因为我戴着眼睛 他不一定看到 但是真的我眼泪掉出来了 所以你说我没有伤心的时候 没有的 一定有的 但是你还是没想到去挽救 但我是完全是听从他的 他高兴怎么做 所以我 这个前提是 他认真的分析了自己的本性 20分钟 20分钟 我这样一个人 最负责任的态度 是离婚 对 只能听从他的 咱还没说 徐老师你的逆境有吗 你觉得什么算你的逆境 你这个很难说 有时候真的逆境 你就没法说的 你就是没法说的 比方在网络上被人家攻击 那是什么逆境 那不算逆境 这算日常 这算日常 完全不算逆境 家庭呢 咱们还是别说这上岁数的 上岁数的可能都经历的够多了 就扛造了 我说这个逆商呢 其实现在很大程度上 是在讲年轻人 你比如说今年这个1月份的时候 我给你们看一个照片 这个看看这个年轻人的照片 你记得吧 这成为一时的话题 毛侃侃 这个毛侃侃 他写过一本书啊 就是像恋爱一样去工作 就是1月份的这个时候 这个30几岁啊 他刚过30几岁 这毛侃侃自己就烧炭 烧炭就是自杀了 但是为什么他这个自杀 他就引起这么震动呢 就一般人都是讲 说啊 他创业 哎 当年呢 就有四个80后 被你们媒体人 贴了标签 就是说 哎 这是四个创业新星 代表了80后未来的希望 都上中央台 呀就火了 你知道吗 但是那仨人 现在应该说呢 创业成绩还都不错 但是就唯有他呢 就等于他搞的一个叫什么 电竞游戏啊 万家电竞 他弄的这个 最后啊 就没钱了 但是他还满腔乐观的 鼓励部下继续开发这个游戏 说我们一定能成 一定能成 对吧 甚至到他自杀了 人们才发现 他把自己的车 把自己的房子 把他妈妈的房子 都抵押出去 就是给员工发工资 实际上早就不行了 早就不行了 然后呢 但是一直这孩子保持乐观 但是呢就是最后烧炭自杀 所以他的这些好朋友们啊 就特别讨厌这个媒体 把他说成是一个创业失败 说啊经受不起失败 后来人们发现呢 他呀乐观对一切人 但是实际上呢 早就做好了准备 几个月前呢 就跟他女朋友要分手 他女朋友闹不清 为什么 他就说要分手 其实就是人们就猜 他在那个时候就知道 他这个资金呢 根本就是负债了 但我总是觉得 大家其实没有办法 走入他内心深处 就是最后一段时间啊 他好像安排得非常好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 跟大家去吃饭 喝酒 唱歌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他其实等于在告别嘛 他等于是非常有准备 而且这个自杀的方式 也是买了五包炭 把家里的门窗 都给贴好封条 什么什么样 所以我想 他是筹划了很久 有时候我们 简单的看是一个 好像因为他的这个 事业不顺啊 怎么样 但是内心深处 我们其实 没有经历他那个东西 我总觉得 所有的报道都没有讲到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有几个啊 可供我们去研究的 比如他就早年 在他我刚才说的 这本书里 他自己其实写到过 他说他有严重的抑郁症 曾经患过 那么这显然是一个因素吧 但是我发现呢 爱他的这些朋友们啊 也不愿意往这方面去想 就是 你知道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就是说 所有的人对他几乎都印象很好 就这个人呢 就是够哥们 这个人呢 永远的 这个跟这个朋友啊 都是笑呵呵的 或者换一句话想 永远都不是体面 他的这种体面 说的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 在他临自杀之前 他跟一个合伙人 劝这个合伙人 就是把这个公司法人改成我 那个合伙人说 这为什么 说是现在债务 那你就意味着 你要把这些债务都承担了吗 哎 他就说了很多理由 反正就一定要坚持这么做 就实际上那意思啊 帮朋友卸掉负担 都在 都在我身上 而且这个孩子 不是我不能叫他孩子了 也三十几岁 这个年轻人呢 一直以来就是这样 他在这个创业圈啊 是个传奇性的人物 就是 包括就是说对朋友 包括就是对员工啊 就是我不能对不起你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他自己都说 他的性格其实不太适合去创业 就是什么呢 他把太多责任 背到他自己身上 他甚至于我觉得 比如说死亡对他来说 这个我瞎猜啊 他会觉得说 可能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这样以后呢 所有的就是 责任这一块的事情 都消解了 对他来说 我常预备 遇到什么事情 然后他去自杀 对所以有时候从 反过来讲 我们说 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怎么呢 很难扛造 碰到一点事情 就怎么怎么样 我反而觉得是因为 有时候觉得他们的选择更多 比如说啊 我们说 那个领导骂你两句 你就什么辞职了 就不干了 你怎么不好好干 那是因为他们选择更多 他可以去干别的 都活下来的方式更多 甚至于对死亡的理解 我觉得 我们以前觉得 是一件特别害羞的事情啊 就是特没出息 或者怎么样 他们现在有些解读 跟我们也不一样 当然是不鼓励啊 我只是说 他们的解读 不能以我们 以前的那种价值观来衡量 这个我呀 这个就是看了 关于他的这个详细的报道 报道之外的事情 我也不了解 但是呢 仅就我看他这个 这些报道的 这些这个人的事啊 我有一种猜想 当然我这个猜想 也完全做不得数的啊 但是你知道 他让我联想吧 你只能说我们联想啊 我们借这个话题吧 借题发挥吧 这个孩子啊 虽然是80后的 但是呢 他是部队大院的子弟 就北京的部队大院的子弟 你知道这一下让我想起呢 就是当年这个这个 马卫都啊 王硕呀 他们这一番的 这个部队大院的子弟 我跟他们很多人呢 是朋友 那么其中有一位呢 前一阵我们俩聊天 我觉得挺逗的 就是说呢 就说各地的男人 比如说山东的爷们 或者说上海的男人 什么各具特色了 最后呢 就说到北京的这个男人 老北京的这男人 他讲一句话 他说这个北京的这个男人呢 就是爷 他说你看谁 你看你看马卫都 你发现没有 马爷 这爷是一种什么意思呢 要面 很少承认自己搞不定了 然后呢 真的就是像这篇报道当中 描述的这个毛侃侃一样 他简直就是一个及时雨啊 过去咱们讲山东这个 及时雨送江 兄弟有难 他就来了 来了呢 他给你传递 甭管做到做不到 但他给你传递的 永远是这个 哎 能够好 我能够拉到投资 你放心 这事准行 哎 我又拉到投资了 还上市 马上可期了 他 他总是 他从来啊 没说 这不行了 其实明明后来 大家才知道 早就不行了 你知道吗 但是不到最后一刻 不到那个最后 他上面的那个 上市公司派代表 跟他公司员工 就是说 散了吧 他都没有 跟大家讲 一直垫自己的房子 垫自己的车 给大家发工资 就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他的就是 就是让我想到啊 这可能是不是一个 北京的那种小爷 你明白吗 只容许这个天下人 对不起我 不可以 我对不起天下人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自杀 某种程度上 有点像你刚才讲的 日本人 当然那个原因不同了 就是说 一死以谢天下 嗯 就是我原来 我这北京的爷们啊 就是啊 好面子 好体面 什么我都照着 出什么问题 我都扛着 绝不让你麻烦 你放心 绝不让你扛着 但是最后积压的 扛不动了 怎么办呢 欠了那么多债 是吧 怎么办呢 就一死了 生前是传奇 死后是传说了 哎 这个 第一那个你说的对 这个事情不能 鼓励 对不对 这个绝对不应该 当然了 这是悲剧啊 但是第二呢 就想起鲁迅讲过一句话 鲁迅在 袁林玉去世以后 讲的 千万不要嘲笑 自杀的人 我觉得你看他最后那句话说 我尊重结局嘛 我就对他来说 他就觉得这个结局里面 得有这一部分 就有点像那个 冯养刚以前拍那个电影 叫 对 就是讲北京那个 老炮 对了 就是最后他们那一场决战 在我看来毫无必要 就完全是大家 让我们上海人讲 你坐下来说说话 好好说一说 不是这事就完了吗 你非得跟人家去 以性命相搏 一点都不值得 叫我们看来 但对他们来说 就是为了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结局里面的仪式 我见过好多 这个北京的这个爷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你包括像马爷 他很少跟你承认 就说我不行了 你知道吗 他永远释放的是 我有能力 我可以 甚至是 他是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心理图像 但是他希望能够帮到每一个哥们 就是 他的人设就是爷 对 你比如说 好像报道里不还说吗 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子 从国外回到北京 想进入比如说公关行业 或广告行业工作 只要跟他说这一声 第二天 他跟这女孩子 也没有什么多么亲密的关系 第二天 他就摆一桌饭局 把这个业界 所有的可能帮到这个女孩的人 都请来了 你知道有一种北京的爷 就是活这个 有面 但是你从另一方面讲是仗义 对 仗义就是我能帮到你 他也就 我自己仔细看他这个报道 在我脑子里反正就浮衍住 而且往往那种大院子弟 他会 他有一种 其实他是要强的 要强 要面 包括你看那里边都讲 他去跟人家拉投资 让人家别人投点资 或者填补他工资的窟窿 都是说 他跟人说话也不失体面 不会说 他不会 这听来这个逆伤就有意思了 就是说 我原来想的逆伤 在逆境里面 我们都讲应该要坚持 要奋斗 要这样 现在其实 你看他其实一直在奋斗 对吧 其实逆伤可能有另外一层 就是你该撤的时候要撤 对 这个倒是一种逆境里的智慧 逆伤就是对自己 情伤和智商 是跟别人打交道 对不对 我觉得AQ 这个逆伤是跟自己打交道 自己怎么 一旦是这个地方 我该不要脸的时候 就不要脸 我就是个不要脸的人 真的 我在日本三十年 就是没有面子的 但我觉得我没有违法 我就为了生活 就做这个事情 我不做出来了吗 对吧 然后我写的东西 全自黑 自见 自残 我觉得应该有这种 把面子放下来 你才能得到尊重 你才能 因为人总是平凡的人 你就是个凡人 你就是普通人 你不可能是个超级人 对不对 肯定有做得不好的时候 当做得不好的时候 你就勇于承认错误 勇于去赔礼道歉 我觉得应该这样去做 毛克力是太要面子 太要面子 太要面子 我就是个不要脸的人 我就是不要脸的人 那我今天还会有点脸 所以你看 他小木这个 就让我想起 湖南人讲一句话 叫什么呢 巴德满 巴德满 奈德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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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就是 我就给你死扛到底 甚至你看 他的这种表现 反而就有点 湖南人有时候有种 某些湖南人 遇错遇勇 屡败屡战 你就是逆着茬 你说逆伤 逆伤 越是逆境 我还越是越战越勇 曾国藩当年也是说 屡败屡战 他这个真跟不一样 有些那个老北京的爷啊 你会发现 我再给你讲深一点 你也办法 比如说老舍 他是不能受乳的 你知道吗 他不可以受乳的 对吗 他要 他实际他要这个体面 他但是不一样 不一样 老舍这个不一样 他不愿意再活 再任何活下去 就是狗活了 在他来说 小木呢 当年大肯定是要活下去 大成什么样 第二天我还来 我觉得毛开开不是这个情况 他是不是 你刚才分析的 我觉得他很有道理 他就是开始的是 够高的 撑高了自己的能力 但是他这个帮助人家 真是一个好心 他最后没有丢给人家 他帮人家 处理掉很多东西 然后自己 我没能力了 那最后怎么办 我这个一死 谢天下 你知道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就是我在这个 至少我只能根据报道 我也不认识人家 就是说我根据报道啊 我看到一种人 你比如说咱们老觉得 人活的是个什么呢 有些人活着为了钱呢 还是为了这个呀 为了利呀 为了家庭啊 各有目的 但是有一种人的目的啊 是很有意思的 他活的是个什么 就是你比如说小木 我给你家 我给你家讲 世界上有这么一 有没有这么一种人 比如说一个江湖大哥 这江湖大哥呀 实际上最后死了之后 你发现呢 他穷得叮当响 可是呢 他就要活一个 你没钱吧 好 拿去 你需要找工作吗 我帮忙 对吧 我什么 就是 到哪都有体面 什么事我都能摆平 可是实际上呢 自己啊 根本没有什么 你就像这个毛 毛 你说他创业 他为了钱吗 我都不知道他为了什么 你比如他曾经在一个叫做什么TV啊 GTV还是一个什么地方干 就是 最后帮人家干了很多活 最后发现跟自己的想干的事 这个不吻合 就是辞职吧 辞职 他明明可以跟人家 他根据他在那个公司做的贡献 他明明可以要几百万的 最后他就拿了几万块钱就走了 也无所谓 就是说 你知道吗 他在 就是我就觉得有一类人 他活的是个什么满足呢 我想来想去 我就觉得 我在那个老北京的 有些爷身上看到这么一种啊 外强中干的类型 就是他要撑这个 你那当然这是从负面讲了 但是你从良善的一方面讲 你说这种人 是个范儿啊 我觉得这个范儿很好啊 他活这个体面 对 今天其实因为大家 我觉得大家对这种 还是非常正面的观感 因为呢 现在体面这个东西 越来越在丧失 所以大家觉得 有体面还是好的 所以 所以我觉得你们刚才讲的 其实是一个两重的 一部分呢 就是你说有 有这个义气 有这个义的成分 爷们 但另外一部分呢 有这个就是 进入这个社会角色啊 太深 你明白吗 其实自己不 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你进入这个角色以后 就得照这个角色做事啊 我是总裁 我就得要帮你啊 我其实没钱了 这个不单是 特别做生意的人 那个美国爆出很多大明星啊 都是赫赫有名 马龙白蓝度 去世以后 欠了多少钱的赞 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 大明星以后 等他一去世的时候 他其实 他一直在维持 他的一个形象 一个消费 一个场面 对对对 其实钱 就没钱 一去世以后 一公布 欠债 但为什么呢 他也不是贪享受 他可能就像你说的 有很多人要请他帮忙啊 他要做大佬啊 那奥斯卡都不去啊 等等等等 这样的事情 不是一两桩 就有很多这种大牌人物 他们那个社会角色很高 他自己进去了 那有很多人是一直可以承受 有些人可能其实已经 实际的能力达不到 那你还在撑 所以我觉得这个悲剧 就在这个两年 对这个评价很有意思 你看你刚才提到杜月生 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比如说 有些人就说这个侃侃 这个毛侃侃 就说这个人太善了 就说善的 你让他杀个鸟都不可能 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 又同时是一个创业的 你想就是 所以好多人就说 他根本不适合创业 创业就需要像小木这样的 对吧 没皮没脸 你自己说的 对 就是 能进能退 能进能退 百折不挠 百姓一样 裤子里参过 对吧 对吧 那么你看 我就觉得这个里面 我们很敬畏的去分析 人 这是一面 但是在另一面呢 你说这个人呢 他要这个体面 这两个怎么分辨呢 我就想起杜岳生 杜岳生 你看 这个到晚年 其实也是穷得不得了 在香港 穷得不得了 可是呢 家里一堆那个账单嘛 这一辈子 给他借过钱的 那都多少金条啊 多少 几十条金条 几条什么 杜岳生临死前 让家人全烧了 说我不要 我死了之后 你们拿着他 而且你把它烧了之后呢 也不要让别人 再担心这个事情了 那么你说 他这样做的事情 也许那个倩债的人 都不知道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也并不仅仅是 为了一个人钱的体面 他某种程度上 这是他的价值观 这是他的价值观 你比如说 我做人一生的原则就这样 对 我不该人添麻烦 你甚至不知道啊 但是我也按照这个原则 去做人 这样的人呢 其实你刚刚在说图什么 我觉得我们刚刚说了 场面体面 还有我觉得他们 其实图的是 创造一个世界的感觉 就是这个世界 这个小世界 不管多小多大 是一个创一个业 还是像杜岳生 那么大的牌场 他都是他创造的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其实是主宰啊 我给你 你有 我怎么可能 低下头来问你 去索取呢 我在这个里面 我是主人啊 这个东西是他最后的原则 这个东西他不能失去 我倒有一天 我来问你要我 那我成什么了 这里头我是主 还有我那天看 你刚刚讲佛教 他们 我看有一个禅师写的东西 他就还用了逆伤这两个字 他说 其实禅宗里面 好多是逆伤 他说你看 我们说忍辱波罗蜜 这就是逆伤 怎么忍辱 他说最高境界叫 忍无可忍 就叫忍无可忍嘛 就是说你能忍不能忍 就心境根本就不会动 就是说你碰到这个困难都不会动 他说禅宗里面那个棒喝 就拿棒子打你 是最好的一个逆伤 最短时间让你体验 小木 你说像他说的 你这辈子碰见的 就濒临绝境的事情 很多了吧 你觉得最觉得就明天的 没有明天的 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我通过了十多年的努力以后 终于把购物纪念几条街站下来了 然后呢 真是地盘 变成我的地盘 这是在 这很重要的 属于哪一帮的 我自己一帮的 跟人家没关系 跟什么福建帮 福建帮 湖南帮 我自己做的帮 因为我不靠别人 所以我站下来这个土地以后 那三条街是我的 突然有一天 东北帮来了 把我帮 就是等于是软禁到一个咖啡馆 就说 从明天开始 他这个帮不一定是违法的 对 他就是在 合法的情况之下 合法的做介绍人 对 做中间人 对对对 就是这个生意 对对 是我懒的 对吧 他有这个竞争 有这个竞争关系 对 然后呢 说明天开始 你的部下归我们管 你自己去拿你的客人去 然后你那几条街 由我们的人来站 那我进这个店的时候 进这个咖啡馆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些人要搞事 我就给警察打了个电话 我说我现在遇到麻烦 在往什么地方走 你们能不能过来 当时我是觉得很危险 所以我才跟警察 我的朋友打了电话 那如果是警察没过来 我从第二天开始 我的人生可能我就 我可能 可能会去自杀 因为我花了十几年 要站下来的地 一个月 一夜就被他们赶走了 所以我也会觉得 面子很难受 虽然那天我搞不死 但是我觉得 什么都没有了 你看咱们俩思维方式 我就跟他思维方式不同 我要碰到这个东西 吃一欠长一智 这就有这个教训 这地方 君子不立 危强之下 不如在这混了 哥们走了 不行 我一定要在那里 我觉得 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天下 我觉得我应该做 但实际上 我还是坚持了三十年下来 对 首先我觉得我没有违法 我有底线 我们也去 去麻烦别人 没有去伤害别人 你们只是为了你们想吃饭 来抢我的地方 但我可以分一条给你们 后来我真是分了一条街给他们 我才有两条街了 这我们就解决了 所以做出一定的让步 对 我肯定做了让步 因为我要坚持下来 结果现在我们变成好朋友 到北京我们一起喝酒 所有来整我的人 都本来是我的敌人 都变成我的朋友 谢谢